八卦掌跟行一拳 最重要的就是練到全身 六合要全身合在一起 那行一拳 站莊 他就是要去合這個六合 這五行裡面也是在練六合 六合是什麼 就是你全身要合為一起 所以六合有明鏡的六合 暗鏡的六合 那化鏡 你練到化鏡的時候 他已經超越六合 他裡面也有六合 但是已經不侷限在這個外在的表現 那屬於化鏡 暗鏡六合就是有氣一直往下沉 凝聚的六合 就是氣要能合住這個外在肢體 行 八卦掌的先天掌 八個先天掌練完以後 還有你行一拳 五行拳 五個五行拳母拳練完以後 你身上要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那個六合 全身都合在一起 變成一 你把它分開 你全身就是 所有的都是你 他也是一 也是所有的 一化分為所有 所以你表現在 像行一拳 劈拳 你劈拳一出來 劈拳一出來 雖然是手 可是全身都合住 上、下、腳都合住 所以他一打 一打一出來 他是全身合在一起 距離你是 你是可以分辨出來 你全身合得起來 你才不會自亂正腳 你才不會腳跟手分開 別人會破你的重心 像八卦一樣 你一掌一拿出來 你全身就合起來 全身上、下、合在一起 頭、手、肩 每一節都跟身 你這裡動 腳趾頭也有感覺 都合起來 這時候你 你全身的六合在身上 你那個八卦掌 他就如 如這個 一條大蟒蛇 他每一節都互相串聯起來 你全身就好像一個 一隻大蟒蛇一樣 全身串聯起來 串聯起來 你才能 運用自乳 那個才有活性 活力 他是生龍猛虎那種感覺 滾腳翻騰 好像蟒蛇 纏著你的身體 在滾腳 所以這就是 三回九轉 試一試 哪一次 我們所有的 行衣拳、五行拳 要練到的 八卦掌、八個仙天掌 你在操練 你要練到的是什麼 六合 六合 那六合 不是說 這個 手與肩合 書上都有寫嗎 肩與跨合 手與膝合 手與腳合 很簡單寫完了 怎麼練 練 我們要練到六合 有明鏡的六合 按鍵的六合 它裡面有很多要點 細節 有關於內氣 內意 還有你肢體的 該注重的 你這個形體該注重的 哪邊要抱 哪邊要挺 哪邊要含 哪邊要沉 很多東西要一個一個去把它接起來 你那個六合才會出來在身上 明鏡有明鏡的六合 暗鏡有暗鏡的六合 畫鏡有畫鏡的六合 畫鏡已經超越六合 它是六合 但是它已經超越了 小時候 我們會在一起 大家看 我們會不會 的小時候 我們會不會 來 我們是 來 我們會不會